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自有欧洲 有米兰的 西班牙的 比利时的 还有丹麦的 等等 还有北美的洛杉矶 纽约 多伦多 温哥华和九景山 所有我们的佛友 大家很多都相聚在法国巴黎 大家一起吃素 一起学佛 师父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这个活动搞得圆满成功 其实吃素是一个非常非常慈悲的行为 因为当一个人在吃素的时候 他就会戒杀神 他就会懂得同体大悲 所有的友情众生都会感受到这种慈悲的力量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自己克制自己去吃素的时候 实际上对他的身体就会产生很多的正能量 因为你不用动物身上的那些肉和它的细胞 来补充你自己身上的营养成分 你就会有正能量 因为动物它是属于畜生道的 所以当你还要杀害畜生 来让自己人道 来想让自己身体好 那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伪命题 是不应该这么做的 所以呢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吃素的人 实际上在美国营养和影视学期刊当中 他们有一个五年的追踪报道 他说吃素的人其实不宜生心血管的疾病 那么血压也会对他们有好处 另外患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 患癌症的风险会降低 然后改善消化功能 事实上是这样 比方说你吃肉的东西在肠胃里不容易消化 所以容易积在肠子当中 所以积肠癌就这么来的 那么改善了这个消化功能 实际上素食的东西容易消化 帮助消化 所以呢 吃素的人皮肤很好 还是防止那个骨质疏松症 而且心情很愉快 很多呢 做过调查 在素食管里不经常吵架 几乎没有人吵架 但是呢 在婚菜馆经常有人大发雷霆 心翻桌子等等 所以呢 英国的华为大学呢 和美国的这个 一个叫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家 和公共卫生研究人员 通过对英国八万人的饮食习惯 进行调查之后 他们发现 每天吃七份蔬菜水果的人 感觉最快乐 而普通人每天食用的 只是不足三份 所以身体的能量水平也会增加 所以呢 我们说能够降低血压啦 扩张血管啦 不容易用血管阻塞 所以呢 过去在这个孟子中 也曾经有过中华传统 孟子也讲过这句话 他说 这个 君子之鱼情寿也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炮父也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是君子人 我们是人类 不应该去伤害其他的动物 来补充自己的营养 这个古仙贤们 他们告诉了我们什么 他们告诉了我们 如果你选择了素食 你就选择了健康 你就增加了慈悲心 增加了善行 增长了福慧 远离了灾难 保护了地球 造福了后代 所以多吃水果蔬菜 五股杂粮 养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默默的修行 也是一种促进和谐的方法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吃素有这么多的好处 实际上 一个人能够常吃素 就有常慈悲心 不忍心杀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 整天在痛苦当中活着 我们不知道去可怜别人 我们也不知道去可怜众生 和包括那些动物 有情众生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吃素 包括最近那个 这个好莱坞的那个 得到那个奥斯卡金像奖 好几个主要演员都是吃素的 所以人生的最大的痛苦 就是不知道慈悲别人 所以他也得不到别人的慈悲 他的心灵没有归宿 每天漫无目标的在人间生存着 只是为了 仅仅为了一个生存 为了活着 每天 在为了解决自己心中的烦恼而活着 实际上他们活得很痛苦 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所以心灵空虚的人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你承认不承认 要记住 心存美好 则没有可恼之事 今天我心中想的都是善良的事情 我有什么可以烦恼的 今天心存善良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恨之人了 如果你今天心很善良 你恨谁呢 如果你心若简单 我今天心很简单 世间纷扰皆成空 也就是说 我简单的去回应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人家跟我讲话 我不忘很深的去想 我就简单的想 我不去怀疑别人 你就变得没有 这个烧扰你心灵的空间 所以一个人 太长经常跟大家讲 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去做 简单的事情 认真的去做 做好人 只要心正心安 行善事 天地鬼神皆知 所以你要记住 你今天做一件好事 天地鬼神都知道 你今天想 做一件好事 做一件善事 你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 因为菩萨都知道 都看得见 所以我们要心存正念 如果我们不怀疑别人的话 我们不会感觉 我们不会感觉人间非常的寒冷 如果我们心中从来不怀疑别人 我们心中会非常的快乐 人就是在怀疑当中让自己非常的痛苦 怀疑他对我怎么样 怀疑这个人对我怎么样 那个人呢 所以你如果不恨 苍天都有温暖 有什么好恨的 这个世间不就是这样吗 因果 这个世间不就是你自己造的因 来承受那个果报 所以如果你少讲话 讲出来的话就是正性正念正语 那你四海生平 皆兄弟 所以我们做人就是要这样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去恨 不要去恼怒 因为这个世间永远存在着烦恼 所以你不去把烦恼放在心中 你就永远没有烦恼 所以这个太长曾经讲过 全球每年两百万人因为工伤 或者职业病而死亡 或者残废 国际劳工组织曾经统计过 在意大利 因为生产失眠导致了几千人死亡的案件 想想看我们今天活着 还能有手有脚 我们还能有智慧 还能闻到佛法 我们是这个世界非常快乐的人 世界每天大概有十六万人死亡 二十万人 十六万到二十万人死亡 每一天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 全球的每年的车祸死亡人数是一百二十七万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稍不留神 就会出世 一个人稍不慈悲 就会产生恨念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心中去除烦恼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从吃素开始 从学佛开始 去寻找自己心中的寄托 那就是感受到自己过去做错很多 因为我们贪心 我们恨别人 所以我们已经承受了超出自己心里所承受痛苦的范围 所以我们天天活在非常痛苦的生涯当中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与逆境相处 实修要有忍耐 所以很多人说过去十年寒窗 才能造就一个状元 我们现在不能被眼前的利益牵着走 我们要有好好地学佛 要接受每一年 每一天 每一时的对我们的考验 坚持 克制 想去拥有世界上的 所有的物质东西 所以人每一天都想拥有世界上更多的物质 以为得到守的是有了 实际上失去的更多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修心 要记住 我们是来修心的 我们是来做好人的 我们是来还债的 我们不是到这个世界上来造孽的 所以永远不要去造孽 佛陀曾经说过 人心的妄念 就是苦的根源 我们去想那些不该我们想的事情 去学那些我们不该学的东西 去夺我们不应该拥有的东西 最后我们才受苦 所以自尽其义 世民佛教 自己要干净 自己要懂得 怎么样活在世界上 好好学佛做人 师父非常想念 我们欧洲这么多的同修 尤其你们搞了这么大的千人数十业 这个师父非常的开心 因为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学佛修心 尤其想到马上 九月底就要到欧洲来 弘法了 所以师父更高兴 可以看到 师父那些弟子 可以看到所有我们新的朋友 和佛友们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每一天都不浪费时间 每一天都觉得自己像菩萨 像佛 这样你才有真的生命的存在 很多人 人活着 但是心早已经死了 他们活在一个人生的痛苦的边缘 所以精神经常要崩裂 稍不留神 就会接近死亡 因为我们现在连人的生命都知道 只要有生的一天 就会有死的一天 因为这是必然的结局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 最后以悲剧收场 那你还有什么不能舍呢 你既没有带来又带不走 你有什么执着呢 学佛人看清这个世界的本性 那是无常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 要懂得生命真谛 好好地使自己短暂的生命能够延长 记住了 生命是我们这一生唯一的财富 并不是房子是财富 并不是钱 并不是我们说拥有的汽车 养房妻子孩子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财富 因为我们的生命最可贵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不要把自己这个生命唯一的财富 在自己毫无意义的生命当中消耗中走掉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为了油盐柴米 很多人一辈子活到今天 一无所得 所以万物极为法 真性才是真 珍惜人生 珍惜你的缘分 想一想 我们稀里糊涂已经活了大半辈子 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拥有了什么 就像台长开始跟大家讲一样 很多人稀里糊涂 离开了这个世界 很多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还不知道到人间来干什么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 在给大家结束这个简短的开始之前 师父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两个不如意的年轻人 都不如意 去问师父 跟一个老法师说 我们两个人在办公室 都被人家欺负 很痛苦 法师 我们应该是不是取消这份工作 这个老法师讲了五个字 不过一碗饭 一个年轻人听了之后 觉得自己开悟 马上回去辞职 回到乡下种田 另外 还有一个继续在公司里 十年过去了 回家种田的这位青年人 用现代的方式来经营农业 品种改良 成了农业的专家 另外 一个在公司忍着气 努力的学 渐渐受到器重 也成了经理 有一天两人相遇 农业专家讲 奇怪了 师父讲了五个字 不过一碗饭 到哪里都能混碗饭 所以我辞职了 你为什么没有听懂师父的话呢 这个人听了之后说 不过一碗饭 师父的意思 我理解是 受点气也是喂一顿饭 多累一点 老板说什么 就是什么 自己少一点脾气 少一点计较 就成了 师父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两个人又去拜访师父 这个时候 师父已经很老了 年纪大了 两个年轻人说 师父 你当时说了五个字 我们两个人 理解不一样 您说说 到底谁理解对 这个师父非常 苍老地说了五个字 说 不过一念 不过一念间 所以 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成功和失败 都是在你的一念之间 所以 我们当决定放下的时候 其实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你只要懂得放下 就是解脱 你就会失去烦恼 所以我们学佛人 在人间生死成人当中 我们当了一辈子的演员 我们每一天为了一点吃 为了一点穿 我们忙了一辈子 什么都没有做到 或许走到哪一天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相信 人生是空的 或许哪一天 等到我们在医院的时候 我们才相信 这个世界 一无所有 什么都得不到 却累苦了自己的一辈子 甚至最爱的人 也不能和他永远在一起 所以佛说 这个世界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不应注色生心 所以佛陀就是让我们 不能关注自己 这个世界上得到的一切 和你喜欢看到的一切 而生这种心 贪心出来 所以不应注色 生相未出法 而生其心 所以一个人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就是台长今天 要给大家开始的 希望你们从现在开始 多吃素 多念经 福报就会跟着你 希望你们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学佛 等台长 还有两个月 到法国来的时候 也希望你们有一个 很好的开端 没有学佛的人 先开始吃素 先懂得慈悲 已经吃素的 要好好修行 对这个世界上一切 不要看得太重 因为一切都会失去 所以一个人 当你真正了解 生命的含义的时候 生活对他来说 那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一个人 不了解生命的真正含义 生命和生活 对他来说 那是一种惩罚 他觉得天天 让他在受苦 所以人生苦短 烦恼不断 我们不能让自己的生命 生活在烦恼 后悔和嫉妒 怨恨当中 众生很可怜 自己每天在造业 拼命的追求 今天追不到失去了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失去 明天拥有了 也不懂得为什么会拥有 实际上 当你不懂怎么会失去 和拥有的时候 你接着还会继续失去 当你懂得拥有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拥有它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希望大家能够懂道理 懂明白 好好的 有正确的理念 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做一个 对人民有益的人 对众生 有所帮助的人 能够放下小我 成全大我的人 那就是大成佛法 那就叫慈悲 好 今天就跟大家开始到这里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天天进步 希望大家多一点慈悲 少一点愚痴 多一点善良 少一点称恨 多一点进步 少一点烦恼 谢谢大家